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8月12号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川普在推特上 原来推特上X上的账号的背景图 因为X本身做了修正之后 我们再透过这样的一种转播 已经不能横着看 这是一件很令人感慨的一段新闻 我只能说很令人感慨 川普今天在没有声明的背景之下 重新返回了X 返回了推特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今天晚上8点 他接受马斯克在推特上的专访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今天能够重返推特呢 可能有他的说法 因为里面真正出现法律上的东西 是在真相社会上 他自己也明确表示过 他对X推特上的态度 但是呢 如果他解除对真相社会的本身的承诺的话 只要真相社会的董事会 给他一份允许 其实就可以 所以川普曾经一直坚持不回X 结果今天回来了 相信他不会在法律上有什么太多的麻烦 因为真相社会本身的 他已经在他完全控制之中 这是真的 但是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明了很多背景环境的故事 就是跟现在大选有关 大家想象的那种大选状况 恐怕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节目中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说川普在状告了司法部 然后我们提到有关他背景故事的内容复杂性 有些朋友不太喜欢 就问你包就包了 你有什么这个哪的 在我眼睛里不是 在我眼睛里咱坦白跟你说 美国大选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 已经解决不了 而美国大选已经超出了美国境内的本身 有些朋友不太理解 其实这个今天那个叫什么 比格斯 比格斯做了40分钟的视频 没有人看他 他已经八个小时出来了 他有四万多人 这跟之前四万多人 他在讲预言那个一个小时吧 不到一个小时就四万多人 没有人看他 而他今天讲的内容就是 你要信神 不要相信自己 没有人搭理他 所以他这是一个今天的现状 而昨天 而今天我另外一期节目去跟大家讲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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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 他都明确讲 川普不能讲了 美国大选不能讲了 美国大选不能讲 川普不能讲了 他说包括台湾姓林的 打拳击的 拿完金牌那个 那个也不能讲了 因为法律的一切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川普这个case 本来他一上去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新闻 但后面一连串的故事出来 就是已经完全不是 大选已经不是美国曾经的大选 大选已经完全 转变了曾经的故事 就是美国的政治 已经完全改变了 不是政治 已经超过了政治的本身 所以不是单纯川普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能够 看我节目的朋友 能够换个角度看问题 今天真的是每一个人自己叫 从善与恶上做出选择 政治大选仅仅是一个表象 我跟大家分享这期新闻 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论 这种太多的评论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涛哥 涛哥砍西游开始了 为什么 新闻讲不了了 新闻 美国 整个西方新闻讲不了 我坦白跟你说 讲不了了 因为原来所仰仗的一切 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 信仰自由 这个司法是公平 没有 这是川普的账号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川普在上来之后 大概今天的上午11点钟开始贴贴文 然后他没有什么 就跟他普通贴的一样 他主要集中了 张贴了他的广告 那川普的广告部分 在YouTube上可能也受限制 我就跟大家介绍 是有这样的内容的 他现在川普的Follows呢 8800万 8820万 然后他就置顶了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广告内容 然后大概贴出了 不到一个小时还贴了一个 贴出了大概四个到五个视频 那全是跟这个 全是短视频 全是跟大选有关的 在贴出的短视频当中呢 他就下午贴这么一个 川普跟马斯克 在今天X市场晚上八点钟 有一个 晚上八点钟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 然后这次他就讲述了 他转退了一个 就是川普原来在 在这个X市场的账号的内容 但讲的还是有关 跟马斯克之间的对话问题 然后这里面就贴了一个 正经八百贴的第一篇内容 就是说你现在生活的 你现在生活的比我在 比我做总统的时候 比我生活的好吗 就贴这么贴 很简单 其实第一个贴的呢 是被他置顶一个广告片 那在这就 他就贴这些 在他贴了这些之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大概有些很大的一些特点吧 在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他一共贴了四个贴子 现在贴六个贴子 那观看量两千八百万 Like七十万 喜欢Like七十万 转推十九万 那留言的七万个留言 新的Follow 新的跟随者 二十八万 X名副其实的成为了 今天当今人类社会中 最大的新闻平台 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是物容置疑的 一共两个小时 他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这就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看到这个背景故事吧 就这样一个背景故事 在这个背景故事的本身上 他的主要诱发出 另外一个更大的新闻 就是这张纸 这张纸是来自于欧盟的 来自于欧盟的 他的就是欧盟委员会的 一个监委主席 那是个白人 老白人 他直接讲述了 向马斯克发出了公开信 在向马斯克发出了 公开信的内容 直接讲 你必须确保 在你的X上 跟今天川普的 跟今天川普的对话的本身上 他明确讲说 你必须确认 你跟美国总统的一位竞选者 跟你自己之间 在谈话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虚假消息 没有任何虚假消息 当有虚假消息的时候 欧盟有权力 对你提出法律上的诉讼 这是从来从来没有过的 那设定 在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的时候 已经直接提出警告 你马斯克跟你川普 在欧盟的眼睛里 就极可能是虚假信息的制造者 这个呢 一个言论自由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选举干预 这是真正确确的 但是呢 它来自于欧盟 它代表的是欧盟 对不对 那它如果提起法律诉讼的话 它可以对马斯克直接提出法律诉讼 要求美国引渡 不开玩笑 这是真的 所以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在瞬息之间发生 你说是干预了选举也好 是干预了什么 What ever 它是真正发生的 那欧盟跟两个私人之间的对话 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我跟朋友解释的 其实就不能讲了 这个 所有这些类似新闻 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讲说 你救不了了 真的 在所谓的政治层面 所谓的经济层面 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这是 这是 这是大选 对不对 民主社会的每人一票的选举 对不对 非常的令人吃惊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应对的表面上 大家没有看到 在我眼睛里没有看到 就是说更好的 有多么明确的应对 我坦白说 我没有看到太多 我看到的比较更多的就是 人们面对他的一种无奈 相当相当的无奈 我记得我录了一份东西 应该没有了 我们就还是回到他的 在他 在马斯克的自己的这个 这是他控制的一个账号里面 就讲述了欧盟对 尝试的 对今天晚上的 对话 马斯克跟川普的对话 进行干预 这是 这是真的 那这 而这种干预的本身呢 就直接表现在 所谓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上 从他们的角度 从欧盟的角度 从这一讲 那马斯克今天怎么办 说什么 川普今天怎么办 说什么 但我相信他不会 就是不会促成 马斯克不敢说话 或者说川普不敢说话 这点我不太相信 我相信搞不好把这件事情 他们也会放在谈话里头 但是 作为更多的普通的人 就像这些做新闻的人 我相信很难评价 他就很难评论 因为普通的老百姓 他怎么去应对 欧盟 这么一个 民主的 联合的 以欧洲文明 自由选举的 公正的 法律的 对他进行 法律上的指控 所以我跟朋友解释过 大选 解决不了问题了 因为他展现出来的价值观 跟背后的概念 已经远远超过了选举本身 他真正真正的 是人类在被迫选择 善与恶 你要相信比格斯讲的东西 你要看到今天闭幕式上 所展现的路西法 来到人间 把人都带到地狱的话 这些都是表象 政治一点都不重要 而且你不用再对他 具欺待 没戏 能够把守住自己的善良 守住自己的善念 难道这样的表现 不是大灾难来临的标志吗 因为人 普通的每一个人 无论你信什么 凡是你有正常信仰的 神也好 佛也好 道也好 你自己解决 帮不上你自己 对不对 在你的某种角度上 在政治层面上 但是你只能仰仗 真正的信仰 才有可能 这是关键所在 希望朋友能理解 我在涛哥节目里 你也不会看到太多 与美国大选 美国政治有关 美国 他这已经 完全不是政治的问题 你觉得不应该 你觉得应该报道 你比马斯克怎么样 我比马斯克怎么样 整个在这个行业中 有多少人比得了马斯克 你比川普如何 所以其实大局已定了 就是 大局已定的原因就是 奥运会的本身的闭幕式 就告诉了 路西法将带走大批的 不信神的人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带到地狱中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